廣州交易來關心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陳崇文 今天被搜索約談 那聯政署跟檢調一大早就派人到他的辦公室去進行搜索 那疑似就是跟監視器案有關 好初不了解案情 陳崇文是被檢舉 他利用在台北市議會質詢 護航了監視器業者取得的標案 藉此來收受賄賂 那麼稍早陳崇文是被檢方帶走 說是自己監督警察局太認真被報復 他說是司法迫害是政治追殺 那這個案情有沒有最新的進展 趕快聯繫給記者魏溫宣告訴大家 溫宣請說 國民黨及三連霸台北市議員陳崇文 今天遭到搜索約談 十四號一早呢 連政署就派人低調前往他的辦公室 引起議會人員是議論紛紛 而他稍早呢也現身議會辦公室 不過已經被帶回北檢約談 來看一下現場罪行 警察局太認真啦 司法迫害 政治追殺 你說他現在去哪裡去 那個檢房北檢那邊嗎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 所以覺得是有受冤屈嗎 監督檢察局太認真被報復 司法迫害 政治追殺 這絕對誰報復 現在是要 檢房現在是要把他帶回去 那個檢察署嗎 還是要帶回去哪裡 傳說陳重文疑似是涉嫌 接受監視器業者的招待 多次利用在北市議會質詢的機會替程標 警用監視器CCTV的業者護航 而且還透過書面質詢當時的 北市警察局長楊元明 要求回答警方透過CCTV 偵辦刑案的破案率 那麼簡連也掌握呢 陳重文除了關心警用監視器CCTV的架設 進度 去年間也高度關心北市一百四十七間 公立幼兒園 公共空間監視器架設比例 而且還要求在二零二四年前 應該要升高到百分之五十 而連陣署搜索持續到中午 將人帶回 那目前正在釐清 他有沒有從中接受廠商的招待 或是涉及護航 好 說到陳重文是三連霸 國民黨籍的臺北市議員 在北投的地方實力 其實非常雄厚 他曾經有意要參選臺北的議員 不過就在國民黨進行黨內初選的時候 這個時候出現了另外一個議員 張思綱 他用非常非常小的差距在民調顯勝 所以國民黨當時為了順重起見 台北市長蔣萬安 還有你可以看到畫面上的 新北市長侯友宜 都出面來協調 最後決定就是由張思綱代表 國民黨參選這個台北的士林北投立委 好 說到陳重文這個人 財力其實相當雄厚 他跟妻子名下的資產 加上股票 進億 猶如是股票王 這是根據監察院財產申報的記錄 說陳重文跟太太名下的資產 有不動產 還有車輛 還有股票 現金就是進億元 陳重文是持有七筆土地 跟三筆房屋 同時太太名下 還有一輛寶石捷 那整起案件 後續有更多消息 我們會隨時為您掌握 好